10月有機會會開放邊境嗎 以及次世代疫苗到貨 那總統發問說 不要把疫苗當作選舉的口水戰 疫情發生這兩年多來 我們非常感謝全國同胞 相信政府一起合作 台灣的防疫工作 被世界讚美 像連美國議長佩洛西來 都在在肯定 我們已經來到開放前的最後階段 大家在一起 好好的守住 不要把疫苗來做選舉的操作 而應該認真打疫苗 增加保護力 同時我們現在 在疫情的發展都 一如當初的判斷 那現在我們很希望 能夠早日 能夠解封 那如果條件可以 經過我們專家小組判斷 要解封前 也會先預告 讓各行各業都有準備 讓全國民眾 恢復正常生活 國安局長陳明通的行程 疑似遭到曝光 那背後的原有諸多彩測 那甚至傳出 換局長的陰謀論 那院長怎麼看 國安局長相關四項 有何該單位說明 張勝正研究遭認定六篇重複度高 那是否部會會比對討回計劃的經費 這一分一毛錢五千多萬 都是人民辛苦的納稅錢 相關的要求跟做法 都有企業明擺規定 跟嚴謹的程序 現在各界質疑 農委會也要求當事人要做說明 應該要好好的說明清楚 負起責任 如果有任何不法不當之處 由相關部會直接處理 謝謝大家 拍拖 結束 我們 有 有 我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